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是啊 是啊 好久不见啊 哎呀 往平线 熊流熊 来 你是来参加一个考试 就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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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们签到了吗 念博 小植金蓝鑫 给您请安 来了 宛平县金蓝鑫一鸣 签到 签到 一切都安排好了 多谢您 伯 下一位 请问阁下可是蓝鑫兄 正是不才 久仰久仰 真是久仰大名 如雷灌耳 请问阁下 小可 大名府催护 催护 好 下一位 墙头马上 人面桃花 人兄可是风流得紧哪 阁下所言 是传奇故事中的那个催护 首先是年代不对 那人是唐代的 再就是帝王不对 那人是柏林的 小可是大名府 谦虚 谦虚是不是 这哪里是谦虚嘛 这明明就是驴船不对马嘴嘛 二位学兄 为何在此争吵啊 这位便是风流韵界的 大情郎 崔护 诸位见过 大家快来相识一下 下一位 我是崔护 可不是那个崔护 我一解释吧 他还说我谦虚 活生生地 把我拉到几百年前的唐朝了 两位人秀哪个催护啊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后面跟上 这首诗 谁不知道啊 好诗啊 两个人相思了一年 本来想去优惠 鸳鸯帐里春风一渡 好诗 好诗啊 我认错人了吧 你没事吧 任兄 吴雀 好 后面的 吴雀啊 如今世上 吴雀之人太多了 刚刚那位兄台 兄台 那人是谁啊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蓝星 不会吧 大和尚请 刘大人请 两位考官 请 各位听了 二位监考有命 各路世子入场 暗号入社 不得有误 不是这边 咱们还是找这块的 请 过程 你没转着 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 金蓝星 拿下来 我 留意 岚 我 你 就 咋 你 你 我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 提油了 咱们大家搜查话读啊 不是 金大爷 小袋上头 不是 金大爷 这儿味儿太冲了 四皮熏脑 无助于闻丝 咱是不是换个地方 此事非毒小可 如被路人发现 咱们都得叼脑袋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大家忍耐一下 日后倒有重谢 此时题还真有难度啊 是何题啊 燕王府内有白燕一双 这燕王府在哪儿啊 既然封了燕王 那必定就得有燕王府啊 我看这是闹虚拟题目啊 燕王府都不知道在哪儿 这哪儿来个白燕哪 哪个又见过白燕儿 长什么样子呀 这样 我先写师饼 你们几个 再斟酌出几个奇景的七言句子 然后大家再谈讨组织一下啊 但去修从双戒色 收来只许雪添肥 此恩浩荡好风戒 直上天门听鼓吹 好事啊 祥瑞 大和尚 大和尚 此时虽见功利 但献媚之情 异于言表啊 贫僧却有不同看法 燕王府里燕子飞 一双玉茧 才春灰 此时写白燕 窃题而不漏题 通篇未见一个白字 深得施价 含蓄委婉之旨 大和尚 此事啊 貌似一首佳作 但是隐用跟借鉴过多 自家却在背后偷闲夺懒 您不觉得吗 刘大人的意思是 此事为抄袭之作 本官正是这么认为 请刘大人引证说明 你看远了不说啊 本朝十大本 就写过一篇 以白燕为题的诗 我记着其中 有这么两句 叫做 朱连十二中间卷 玉茧一双高下飞 您不觉得这个挺像吗 这个 玉茧一词 立意兴起 后来施家 引用前人之句词 怎算的抄袭 其力不胜枚举 譬如老杜 我御史台同仁袁凯 还贺过白燕这首诗 我记得其中 有这么两句 月明汉水出无影 血满良缘尚未归 你看他怎么写的 他这写的是 日过龙潭未流影 月满王亭不见归 大和尚以为如何呀 此乃戒意 贫僧以为 还算不得抄袭 还有他这两句 但去修从双戒色 受来只许雪添肥 这两句我看着也眼熟 就是一时没想出出处来 此一连新奇景策 即便放在唐宋诗集中 也算是佼佼者了 刘大人如果漫查出处 可是要破费些功夫了 文章千古事 得知寸心之 如此是否可以判断 刘大人不取此诗 本官正是此译 这道眼本来是个懂诗的人 怎么一眼就看上了 这首并无心意 而且还涉嫌抄袭的略作 难道他也徒有其名 或者另有隐情 这是何苦 不就是一首诗吗 徐将军 这怎么是一首诗的事呢 道眼千挑万选 挑出这么首诗来 这其中大有深意啊 我是不懂 还请先生名言 你看我给你念念啊 他写的是 慈恩浩荡好封建 直上天门听鼓吹 这 你听听这两句 怎么了 这把太子往上摆 道眼也太迫不及待了吧 这个 你是说 还有 这个诗饼写得就更直白露骨 你听着啊 说是 燕王封燕帝 王府有白燕 自古白者锐寿也 齐山见白林 江汉献白屯 九元有白虎 借天将至祥锐 有圣人中 其五百年之遗余也 五百年啊 听着 五百年 其五百年之遗余也 在下恭逢盛世 又见白燕 以诗唱和 这都什么烂七八糟的 这 这马屁拍得也确实有点大了 说的是啊 这你把皇上往哪摆啊 这大不敬啊 这个 可是道眼 你是精通诗文的 难道 他就没有看出 这诗中的意思 我也是忧虑于此 道眼深得皇上的赏识 又被清明为燕王的兵客 他选中此诗 一定有他的目的 徐将军啊 他这个诗要是选中啊 他是会呈给皇上预览的 你到时候怎么跟皇上说呀 就说燕王府出了五百年遇的圣人了 这叫起真儿来 可是剑阅之罪呀 那这诗是谁写的 这只是诗卷 现在还不知道 这里面的勾当 我还是不太明白 这诗卷和墨卷 有何区分 墨卷啊 就是参考的世子当堂写的 但是呢 要填上姓名和籍贯 诗卷呢 就是写完之后 把这些交给另外一人 用红笔重新抄录一遍 这回隐去姓名和籍贯 然后交给考官沈月 这不是防止中间的人情关节吗 防得住吗 据我所知 可考舞弊 也是古以有之啊 防不胜防啊 我大明出力 开科指仪式 接铁分治踏来 每天送到我御史衙门 启禀大将军 倒眼和尚求见 快请 是 贫僧见过大将军 大和尚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画园建庙 我这儿可也快揭不开锅了 来 坐 走 贫僧前去义馆拜见刘大人 那里说来了大将军府上 也就跟过来了 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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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为了这首诗吧 贫僧已经调出墨卷 要与大人共同开启 以示公正 太心急了 前朝一族刀工走马 斯文尽失 此次皇上再开恩科 又须北方道通 小僧攻逢圣举 又岂能不尽心尽力 大和尚 你还是要取这首诗 此诗的文词章法 大和尚 论诗 当以契格为先 其他皆在其后 所谓契格 无非是虚幻玄论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没有契格 这华丽词早 何以复载啊 正所谓 契者 闻所行也 何谓契格 请教大人 能否因个人好物 而随意判定 礼记有言 温柔敦厚 诗教也 夫子也曾言过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诗 无邪 你再看看这首诗 阿谀奉承 悦然指上 这简直就是 张着嘴 伸着手 讨官要指啊 这不是诗人所指 刘某 不以为然 大道理 不过说说罢了 谁又能够 从一而终 刘大人 不是也未能 独善其身吗 大和尚 你是在说刘某我 是源又是本朝 不能从一而终 有亏是德是吧 贫僧并非此意 而是戒指而已 像刘大人这样 天下文明的贤打人物 尚且又经不住推敲之处 又何必于一首诗赏苛求呢 大和尚 刘某是源 乃是为天下苍生 苍生不得其所 刘某不展其志 愤而辞官 当今圣上 天纵英才虚怀若 朕必一呼 天下英才纷纷响应 解万民于道选 上顺天意 下顺民心 我问你 隐意乃下节之臣 而同商汤 文王乃昭公之侯而起义兵 这史论上 可曾择其亏得呀 正所谓 使实物者为俊皆严 大和尚以为如何 刘大人误会了 贫僧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好了 怎么越扯越远了 商汤文王都出来了 还是开墨卷吧 我也很想知道 这诗到底是谁写的 刘大人请 还是大和尚请吧 都别客气了 开卷 集冠 宛平县 姓名 金兰新 跟金兰新 中纔曦 姓名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